一场世纪瘟疫打乱了不少人的新年计划 再加上政府实施行管令 不少人不曾想过 自己和家的距离犹如山南海北 过节也无法回家 就在上个月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洪灾 肆虐蓬亨西南部小镇文达 另有子牵挂的家乡满目疮痍 当地灾离在过节前疲于抗灾又抗疫 不过这场洪灾却也让这座小镇绝处重生 灾离重新出发 走过一年牛来运转新春专题系列第二章 一起到文达聊灾情话老家 大约一个月前 彭亨立背的文达小镇完全没人料到 新一年才刚开始 等着他们的竟是大自然埋伏半世纪后的反复 暴雨下了一天一夜后 孕育几代文达人的母亲河 以滔滔洪水突袭他们 是这一辈人有记忆以来 对纯齿相依的江河感到最陌生的一次 大概是这边 1971年 今年啊 今年厉害看不到了 不敢下来看了 过后完了 就是每一个人几乎都是这样子的想法 水是不可能可以淹到这样 当天晚上水还没有淹上来的时候 它都已经晕倒了 真的是晕下去了整个人 无独有偶的事 50年前和50年后的大水都发生在1月4号 同样是星期一 而且同样打乱农历新年的倒数脚步 洪水拂袖而去 留下文达人收拾餐局 过节凝聚亲情的客厅 只剩断墙残瓦 华人筹备年夜饭 过小年的造神之位 被移为平地 春朴小镇年前竟是这般景象 这个厨房没有了 这边全部 全部穿完了 这个全部是 厨里面有两厨室 又有烧酒 又想买一个美化 想买一个白神 天灾之后一切重来 说的不只是灾民生活 也包括重建的老家 从这栋开天窗的房子 可想而知 水溪当时水位之高 冲击力之大 灾民保住性命后返回家园 只见大树压顶 满屋泥浆 财务尽毁 眼前的老家 也不是自己和游子亲友 最熟悉的面貌 可是灾民没有泄气 我们真的住后面几十年都不知道 原来水的沙伤力这么强 我们的山派就在这边 那天给谁一冲冲到去那边 可是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就坐在这边 真正 很奇怪 很玄 我们新疆也有亲戚的 新疆的亲戚也来这里过年的 他们也是很关心 一直说 哎呦 老屋子没有了 我们是有的有的 改天弄好了 他们再从新疆过来了 你是说如果连命都没有的话 你就没有得好讲其他了的咯 所以师父每次讲活在当下 我们都不知道意思 现在终于明白了 真的活在当下 人就是这样 农历新年近在眉睫 老家重建更是拖慢不得 灾后与时间赛跑一个月 房子终于有瓦遮头 新疆司陆续送到 总算恢复家该有的样子 重建过程的确让人生心疲惫 但是为了家 谁都甘之如矣 我们有新疆多到累 就是辛苦 这个自己的家 你请人做 他们星期日要休息 他们又比较早放工的 到五点就要放工了 要赶青年 比较累哦 我的儿子每晚上都打电话回来 做到怎么样了啊 老家宛若新生 于是他们在除夕夜前两天 责定良辰及时 进行新之入伙仪式 祈求家庭兴旺 如果你问 这间家还缺些什么 或许就是因为行管令 缺了远方家人回家过节的身影 但对他们来说 这不是缺憾 只要挺了过去 脾气太来的时候 就是团圆的时候 很热的 我们这边要吃三枚台的最少 三座 但是疫情当前 没有人讲到遗憾这两个字 最重要就是健康 然后他们不回来也不要紧哦 我们几个老的在家里吃的就算了 我知道这个不好的来了 等这个不好的走了过后 我们会好得来 这样我们大家 不要看好明年 这东西都会顺着好的房间去跑 家这个字的部首是宝盖头 那是遮风挡雨的乌瓦 是避风港 而老家这两个字重在的内涵 并不是房子的原貌 或乌龄的长短 而是家族的农情 血脉的相连 就算天灾蹂躏 老家一直都在 因为家人的虚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现在我们最喜欢就是那首 每条大街小巷 每个人的嘴里 见面的一句话 就是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你 美妙ニ moved全 da 恭喜恭喜你 简直播剧 镇 esse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